好,在WECA這裡 有一個023 WECA LAB 那這裡有WECA的簡介 還有WECA的使用者指南 好,那這個WECA的LAB 會介紹這個BANK這個資料 BANK的資料還有一個ID 還有年齡 好,這是資料屬性的意思 還有住的地方,收入,結婚沒有,小孩 還有汽車,這是剛剛的 那我們會刪除沒有用的資料 沒有用的資料,像ID ID是沒有用的資料 所以如果你抓那個 BANK.DATA可能會分析不出來這樣 所以我們也要抓那個像 剛剛的這個關聯資料分析 關聯資料分析,你要裝 BANK.DATA.FINAL.AR.FF 這個才行 好,所以你OPEN FILE 他這裡在WECA這邊 他有好多個 這都慢慢一一的處理的 如果你要跳到 那個LAB2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 那 ASSOCIATION RULE 好,這裡就可以用START 好 他這邊有很多參數 哪有參數呢 這是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他會有信心程度那些 好,參數 他有LBANK.MING.SUPPORT UPPLE BANK.MING.SUPPORT 這個LBANK.MING.SUPPORT 就是支持度 然後 UPPLE BANK.MING.SUPPORT 這是 最高的支持度 支持度啊 最高只能到1而已 然後最低的支持度 你可以用0.6 然後就會找出比較好的這樣 然後這個是新興程度 所以它一定會有兩個 一個是支持度 一個是新興程度 然後新興程度你可以換成Live或Leverage 好 所以你可以設定這個 然後設定Millimumable 剛剛我們有設定 然後其他OK就可以開始做Start 我剛剛是用哪一個 好 這樣OK 這個10我用20 然後就OK 這裡就可以Start 也沒有 太沉了 好 所以這裡我們還是用0.2好了 好 這一條而已 來講是0.1 那因為我們這個新興度啊 0.9 新興度0.8 0.7好了 好 這樣只有20個就很多了 好 這樣只有20個就很多了 所以你可以先0.2 好 還是有20個 那這個它就會告訴你 第一個 當你有那個Safe Account 有存款 然後你沒有貸款 然後它還存餘了27個 這270項 那你在目前的那個 喔不是 現金 你有現金存款 好 這裡有22 就是找出的規則 我從這些貸款的那個資料裡面 我找出這個 它們這些特徵裡面的屬性呢 它們相對的一些規則 就有 有那個固定存款的帳戶 而且沒有貸款 它 有非常有機會是有那個現金存款 然後沒有車子 然後它有現金 它有現金的帳戶 沒有車子的它 有304個沒有車子的 然後它有現金上戶 是有的 有235 所以它Confidence 0.77 然後Lib 1.02 Libge 0.01 Confidence 1.05 它就會幫你計算前20個 它的Association路 所以你就可以從 我們的資料裡面去探勘出 這些規則出來 就這群資料它會有這些規則 所以這是那個關聯規則 然後它有分類建模 它用那個分類建模跟回歸 然後它可以訓練那個前 訓練級的前處理 跟代測級的前處理 訓練級 代測級 代測級就是測試的 所以你會有訓練資料 會有代測資料 它會把它分成一半一半 取緣它的資料 集的實力的前一半 當成訓練級 後一半當成那個測試級 因為它總共有 好像有400筆 可以看 總共有600筆 總共有instance有600筆 好 所以你可以拿300筆當訓練資料 拿300筆當 那個測試資料這樣 你可以把它存款 總共有幾筆 總共有幾筆 詳細的狀況是什麼樣 然後你可以去edit它 這裡就是真 40 這個資料就在這裡 好 這600筆資料 好 這600筆資料 那它這個資料已經有分類了 它分類成35到51歲 然後52歲到多少這樣 這個是經過前處 經過前處理之後的資料 它要做分類 就分類啊 你才可以做那個 關聯規則 不然的話 純粹的數值沒辦法 這也是我已經分類過 那它有分類的方法 分類的方法在這裡 不是分類 就是資料前處理 資料前處理啊 它會有刪除沒有用的資料 修改屬性的類別 就是它屬性類別有數字型 數字型 像age啊 income啊 children 這是數字型 然後我們要把數字型啊 變成那個 nomina 就是齒目的 明目型 把數字型 變成明目型 你要把數字型 變成明目型的 就是 龜類 哪一 就是幾歲到幾歲 是屬於哪一類的 就是明目 然後你的色物 幾歲 多少到多少 所以它就用那個 離散化 用這個離散化 叫 discrete discrete 它離散化是這樣 你要open open就是最原始的資料 好像是這個 它有ID 然後age呢 age它都是 還是數字 如果它是數字型啊 它只有標準差 有平均值 然後我們看這個 final這裡 它的age啊 它沒有標準差 沒有平均值 它只有label 分成三類 它的income income也分成三類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喔 它 這個 edge 它是數字 離散型 好 income income它也是數值 數值 好 那你可以edit的看 這是它的edge 48 40 51 然後它的income 我看7546 然後這個已經處理過了 你可以去看 它這是分類 35到51歲 52歲 0到34歲 所以這都是 有 那個 一個範圍 好 所以就是離散 把數字變成離散 就是變成 就是一種離散化 離散化 它是屬於前處理 它是屬於前處理 前處理的話 就是在那個 preccessor 這裡 你可以去選 選它離散化 它是 它是 filter 出現filter 然後找這個filter Vecor unsupervised unsupervised atribute 所以你選 filter 它是 unsupervised 然後 atribute 裡面 有一個離散 這個 好用這個 離散 然後離散呢 它顯示 它顯示這個 好 那你點選 點選之後 你可以選 這個是bin 就是你切成幾個範圍 如果連你要切成三個的話 這就選三 你要切成四個就選四 然後income income也是一樣 你要切成三個就選三 切成四個就選四 好 那你要針對 第一個屬性跟第四個屬性 好 所以這是 attribute的index attribute的index 再來 attribute的index 你只要 1跟 1跟4而已 所以 這個1 然後 逗號 4 逗號咧 這樣就切第一個跟第四個 第一個是id 第四個 是range 所以 不對齁 我要先把這個刪掉 先把這個先刪掉 唉唷 好這樣 這個就刪掉了 那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這個 第四個是這個 好 所以我這裡就選 第一個是這個 第四個是這個 然後我要切成三部分 然後這樣子就會切成三部分 然後這樣子就會切成三部分 所以點OK 它就可以開始切了 apply apply apply就切了 好它已經切了 你看editor 好它已經切了 可是它切了切出來它很醜齁 很醜的話 你就進那個 editor裡面去 就是你用 notepad 或什麼去 去做替換 它就會替換出 我那個漂亮的樣子 這個 這個漂亮的樣子 這只是一種替換啦 所以你可以去切 這裡會告訴你 你可以去切 如果對這個標籤不滿 可以用 阿專editor 或其他的去做 切 然後切切 就變漂亮了 存檔 好 所以這是 做 刪除無用的屬性 然後修改屬性的類別 從數值變成 那個 離散化的 然後就是關聯分析 這可以用 做分類 分類的方式 然後可以用 那個 c4.5 就是決測數 然後用分群 分群的方式 用kmeans 好 這是lab 就是針對那個bank 來做處理的 好 好 如果寫完的話 就可以教了 我們剩兩分鐘 下課